hello大家好 我是阿信 今天呢我看到了一個網路上的食譜 可以自製鹹蛋黃 那大家要知道市售上你吃到的鹹蛋黃是鹹鴨蛋 那這個鹹蛋黃跟鹹鴨蛋 自製的跟市售上的味道有多少的差異性呢 我很想知道 畢竟前陣子可是做這個冬瓜嘛 而且就有一個落差感 那我們現在這個自製的跟這個 市售上的感受上會有多少落差呢 我們今天就來自己試試看 自製鹹蛋黃跟市售鹹蛋 有什麼差別 開始做 我現在呢你要買鹽巴麵粉 比例是1比2 好那我們有多少量就用多少 我們今天用這個盒子做 那我大概可以醃個 應該可以醃6個 應該可以醃6個 好我們先下1 一個鹽巴 你剛剛離鏡頭這麼遠 真是的 算是美食服務主 誰是美食啊 誰是美食 地底看起來比較好吃 他們會說 我吃起來跟五花肉沒兩樣 貨油脂太多了 這樣我很好奇就是 醃完鹹蛋的這些東西 還可以再製作什麼料理嗎 感覺就是蛋標了 我也覺得 你看你的代行啊 幹嘛 那首歌很好聽的 我會先帶大家去看新做的亂碼二分之一 我好喜歡 真好看 我可以鐵紋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粉呢 先搖一些到我們的保鮮盒裡面 做一個盆底 因為等一下還要把它蓋上去 這樣好像可以 我們拿一顆蛋 洗乾淨 對 不然它會有大腸桿菌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蛋的屁股 輕輕的咬一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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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打出六個蛋黃 等一下蛋白誰吃啊 你吃 你需要蛋白 然後我們又把外面吸起來 訓練不解嚴的速度 二畫面跟不上我嗎 沒關係 沒有 因為你不是美食博主 你不知道拍片的時候要等攝影機看 好 攝影機等一下可以再看 只是美食 對 我是美食 不是博主 什麼意思 把它錯過了 它不能用 你太粗魯了 你對蛋要像對待自己一樣 對待自己的什麼一樣 等一下 你不要這樣就這個了 那你冒失哪一個碗 你為什麼要這麼好多擠 你有點難控啦 讓我試試看 你怎麼拿那麼近 破了 它可能在蛋裡面就破了 應該不是 不可能啦 屁啦 倒進去 倒進去 你好痛 我甚至用一隻手 那就是我的問題 好 然後我們 10顆蛋破4顆蛋 我們成功率都60% 然後呢 把剩下的這些 蓋上去 然後蓋上保鮮盒 48小時 好 各位 兩天過去了 我們有買好市售的鹹鴨蛋 跟我們的血雞蛋 它會不會打開 拒臭啊 會不會把工作室給毀了啊 鹹鴨蛋夠多應該不會 因為呢 我們要把蛋黃拿出來 做一個清洗的動作 所以 戴個手套 好了 各位 病人的這個腫瘤切除手術 已經要開始了 我們要在這邊取出 6顆 黃色的腫瘤 沒什麼味道 喔 喔 是一個健康的化石 洗乾淨 我覺得這次很適合 跟小朋友一起玩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很有在挖化石的感覺 先泡一下 有了有了 這個泡比較久的 有了有了 喔 好小一顆喔 真的耶 剛剛拿出來還挺大的 對吧 好了 我們所有的自製的鹹蛋黃 就弄好了 我們現在呢 把我們的 買的鹹鴨蛋 放上來 顏色基本上就不一樣 但我覺得 如果 不管形狀的話 他們應該是一樣的份量 這個有一些退的太多了 它變得像糖果 黏黏的 也可以 OK 好 那我們順便試一下 這個坊間的食譜 他們說加上美乃滋 很好吃 那我們就加三顆 待會直接進烤箱烤 180度 8分鐘 會加太多了 進烤箱 好 各位 我們的自製鹹雞蛋 跟市售的鹹鴨蛋 各位要來吃吃看它的差異性啦 我們先吃吃看市售的鹹鴨蛋黃 這什麼 這就是那個 金沙豆腐的那個鹹蛋味啊 好讚喔 好想烤金沙豆腐來吃啊 就是有點鹹 我們來馬上吃吃看這個 自己做 自己做的看起來很像餅乾耶 我吃出差異了 因為它比較鬆散 比較可以變成一塊塊的 可是 我們雞蛋 看到嗎 非常的團結 不會變成一塊一塊的 但是味道可以說是 一模一樣 這個市售的鹹鴨蛋 比較粉 但是這個 雞蛋呢 比較沒那麼粉 所以它的口感有點嚼勁 但是都很適合鹿菜 都很好吃耶 那我來試一下這個 加這個美乃滋的部分 加美乃滋或這個美乃滋的香甜 口感它做了一個相對應的提升 只是烤出來不要這樣子黑黑的就好了 黑黑的讓人有點卻負 試一下市售的 市售的 市售的有點像他吃這個 甜甜的明太子 好好吃耶 大家如果家裡有多的鹹蛋黃的話 很推更加 美乃滋 但是呢我覺得 自己做的這個鹹蛋黃呢 還是 略輸這個市售的鴨蛋做的鹹蛋黃 市售的這個鹹蛋黃比較粉 鴨的比較少 比較好吃 但是我們製作的這個雞蛋黃呢 其實有這個口感在有點像在吃整塊 沒辦法窩得這麼上 然後吃起來會有這種流沙感 可能是我們之前也吃很多這種金沙料理 所以會有這種口感上的落差 我個人很喜歡鹹鴨蛋黃 比較好吃的啦 所以呢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試試看 在家裡也可以這樣簡單的做出 這種鹹蛋黃 好 這就是 鹹蛋黃跟市售鹹鴨蛋的差異性了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鹹鴨蛋 但鹹蛋黃也不錯 放不一樣的料理可能產生出不一樣的火花 但是這個應該是沒有辦法好好的做成 流沙料理 因為它真的沒有那麼的粉 所以要做流沙的東西 或是金沙的東西就選 鴨蛋黃吧 這就是這次的 市售鹹鴨蛋跟自製的鹹鴨蛋 有差異性啊 不過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歡迎按下喜歡 不要忘了訂閱 想見 然後我們的IG 留在各位網 再見 多謝